接着这些个语法还称最后一个语 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复习 就这个小品词 那这个lo呢 你看到它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首先一个 你能想到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宾格代词 那在宾格代词当中 它是用于第几人称 第三人称 它是用来代替什么呀 阳性的单数的直接避允的时候 就会用lo 那当时咱们在想宾格代词的时候 第一人称是me de 到第三人称 替代直接避允的 那是不是就是什么呀 lo la los las 那这里边是不是就会出现这个lo 它是用来代替阳性单数的这个名词的 对不对 好 那像这个大家很熟啊 比如说 el profesor reti ha llegado se llama Felipe Muñoz lo conotes 这是不是说刚到的 新来的这个老师呢 叫做 Felipe Muñoz 对吧 你认识他吗 你认识的直接对象就认识谁 al señor al profesor 对吧 那是不是认识直接对象是他 你应该找代词应该是谁啊 lo 对吧 再比如说 mama trajo un vaso lo yeno de leche y me lo vaso 那是不是说的是 妈妈拿过来了一个杯子 对吧 然后呢 她在杯子里头装满了牛奶 然后呢 给我递了过来 那yeno yenar这个词 咱们到单词里头也会学 yeno的直接对象 装满的直接对象是啥 是不是el vaso 对吧 上面已经出现了 所以又是阳性的 第三人称 所以我应该找谁带啊 找宾格带 slo 来带 对吧 有什么来充满呢 是不是有牛奶充满 是不是装满了牛奶 然后放上牛奶 然后呢 给我递过来 那paso pasar pasar的直接对象应该是 el vaso 对吧 那再比如举一例子 Tu trabajo está bastante bien hecho pero creo que puedes mejorarlo todavía 那是不是说 你的作业呢 你的工作已经做得怎样了 超级好了 对不对 相当好了 pero creo que 但是呢 我认为 你还可以再完善一下 是不是让它变得更好 对吧 那mejorar的 直接对象就应该是啥 el trabajo 那上面也出现了 所以我也是找谁带 lo de 对吧 所以这第一个 这个lo 它可以代替的是 宾格带词的 阳性 单数的名词 对吧 第三人称 然后呢 除了这时候 除了这个lo 只带的比如是一个具体的名词 对不对 人也好 物也好 lo 咱们是不是之前老说 lo sé no lo sé no lo sabía 对吧 那这个lo 还可以用来指代一件事 对不对 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呀 是怀疑这件事 这件事 它指代很明确 是不是就冒号后边这个句子 你将会是一个出色的文学翻译 是这个意思吗 那是不是lo在这指的是一件事啊 它还是做的直接并语 怀疑直接对象 是不是这事 只不过这件事咱们也不分阴性 不分阳性了 那叫做中性并而来词 对吧 那再比如说 再举一例子 está traducendo un libro de Jorge Luis Borges no lo sabíamos no lo sabíamos 那是不是说 你在翻译 这个人的书吗 对吧 我们不知道 那是不是过去 我们一直不知道 不知道的是啥 是书 还是这个人 都不是 是不是指的是 翻译书这件事啊 对不对 所以说lo 还可以用来指代一件事 好 那你 再比如说 savis lo que ocurrió a noche 那是不是说 你知道昨天晚上 所发生的这件事吗 那这个lo 还是指代一件事 哪件事呢 给是不是后头加了 一个形容词从句啊 是不是昨天晚上 所发生的这件事啊 这个中性代词在这 好 那他除了作为中性代词的话 他还可以作为什么呀 中性贯词来出现 对不对 那这个中性贯词的话 这指的是什么 后边可以加形容词 给他名字化 对不对 那lo后边加形容词 给他名字化的话 那他代表是什么含义啊 是不是形容词 所具有的一切啊 那刚才那个lo 见到都是代词 来指代一件事的 对吧 那接下来这个lo呢 他没有指代任何事 后边可以直接加形容词 给他这个结构名字化 那给他看成代词 刚才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呀 是不是表示形容词 所具有含义的一切 对吧 之前咱们是不是也见过不少 那比如说 那是不是说 那是不是说 你告诉我 最令人深刻的 那是不是说 在那个旅行当中 然后你所看到的 最令人深刻的是什么呢 那是不是 或者加了一个形容词 给他名字化 指的是啥 令人深刻的事 是什么呢 对不对 那再比如说 那我们不认词 那我们不认词 那是不是说 这我们的词词 好和坏 对吧 那不是 你不认词 好和坏 对吧 那不是 那不是 不是 坏 对吧 那是不是说 都说 都词词 在最后一周 这些词词 都词词 词词 那是不是说 知不知道 你介绍 所词 这些东西呢 你会不认词 西班牙语 对吧 那 都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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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对吧 是不是loho都加了一个形容词 当然inscrito在这你也可以理解成 escribir这个过去分词 过去分词咱们是不是都给它 堪称形容词的对吧 那是不是所有所写的东西 那lo加上形容词给它名字化 那是不是多多来修饰lo这个结构的 对吧 所以说那lo它出现的 是不是还有中性贯词对吗 所以说像这个小品slo 你一看到它 你是不是能够想到什么 是不是binger带词 或者中性带词对吧 或者是中性贯词 中性贯词指是不是就是这样 留后边加上形容词给它名字化 代表的是形容词所具有的一切 好 这是这个小品词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到这第十课语法也就给大家讲完了 整体来说对于大家来讲 是不是都是一些复习和回顾 应该还可以